上市公司普丰集团预计要在花莲盖六处养鸡场 最近在花莲地区是闹得沸沸扬扬 其中凤林镇包括有三处 而目前正值代表会开议期间 主席林建平还有代表同仁们炮口一致 表示坚决反对普丰在凤林设置养鸡场的立场 对于上市公司普丰集团 计划在花莲盖六处养鸡场 而其中凤林镇就包括了三处 更成为了正代会开议咨询焦点 主席林建平表示 凤林镇为华东纵谷中部的重要城镇 更是全台湾唯一第一个获得国际组织认证的曼城 这都是正名相亲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他与代表同仁们会跟正名站在一起 表示坚决反对普丰在凤林设置养鸡场的立场 今天在一个相当美好的一个环境底下 没有任何的污水三处养鸡场 都没有适当的一个排放的勾取 那耳后设置以后 它整个产生所有的污水 所有的废质的任何的一个污秽物 它如何的来处理 那所有的周遭的环境 因为我们凤林现在正如火如土的在推动有机的农业 我们在相关的养鸡场的附近都有一些外地的一些退休人士 再来推休享受田园风光他们再努力的来进行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 那这一部分跟我们目前凤林所整个大方向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产生了严重的一个冲击 所以说我们代表会利用这一次定期会的时间 配合这个普风的议题 一致地站在强烈反对普风公司在凤林设置的一个养鸡场 而对于普风在台北开记者会的内容 主席令建平觉得普风集团已经无诚信可言 所有的声明稿完全都是谎话连篇 其中有一点他说到在跟地方的说明会来讲是地方反对 在凤林的乡亲来说完全没有这方的管道说普风公司要来说说明会 这是第一点要给予反驳的地方 第二点山处的养鸡场不是在我们的水源保卫区 以及我们的凤一坑的土石流浅市区这也不对 在目前取得建筑执照的凤凰段的668号里面 它就是标标准准的凤一坑土石流浅市区的 直接对口的一个地方 普风集团在花莲申请的六场 已有五处取得了县补合发农地 容许使用畜牧设施同意书 部分获县补合发建造 虽然目前花莲县政府发新闻稿表示 在民众尚未充分了解之前 相关的进度先已与暂缓 而普风设厂的过程 并未与当地居民沟通 已经难以取得居民的信任 后续发展还有待观察 记者刘明胜 孟林采访报导